突然間倒閉,這些真是很詭異的 好了,講一下陳志思 陳志思就是張炳良之後 上星期就是張炳良接受明報的專訪 就是為了年輕人鼓語呼 就說如果沒有案子的,沒有證據的 就麻煩畫一條線吧 年頭的迪志遠 年頭的迪志遠 現在就輪到陳志思 但是我首先要說 上星期就是張炳良講完之後 就被誰? 被那個混蛋咬 689? 不是689 是那個吳秋北咬 就說你反中亂講 又說你可能是外國勢力 說你這個民主黨復辟 大概是這樣的 這個大帽子文革批鬥張炳良 問題就是 上星期 吳秋北這樣人身攻擊張炳良之後 究竟他是代表自己的聲音發聲 還是代表中央發聲 是不是他只是一種有權威的聲音 但是其實工聯會 其實他自己不是很得寵 所以其實他無論是人大選舉 以及立法會選舉 都是輸很多 起碼和民建聯 就不能同日異語 現在立法會第一大黨就是民建聯 都不是的了 而今時今日的民建聯 好像都是一般 反而反過來 馮同學 之前在立法會選舉完了之後 就分析了 民建聯工聯會都走到一旁 現在真真正正的新季 反而是那幫港票 但是他們沒有一個黨 港票也可以入民建聯 港票後面就是 就是共產黨的派系直接指派 那些就是主要在選委會那裏 選委會的委任那裏 那現在正路來說 如果吳秋北有了道的話 陳自私這些 這麼自私的政客 這麼懂得計數的政客 就不會突然間 這麼良心發言 他那些是普通的副二代 不是副三代 就是怕死人家 找他笨的人來的 就是不會突然間 良心發言 說一些良心說話的 他無論說話 還是 或是花錢都是好省的 吳秋北那些 他講這些說話 是一些不意外的 問題就是說 吳秋北究竟 幾代表中央 或者港澳辦的想法 如果他有了道的話 吳秋北 陳自私就不會亂講的 因為 如果 中央真的覺得我是 反中聯港 或者勾結外國勢力 反國安法 我就不會亂講 就是是不是美化這些 這些這樣的 黑暴 是不是將它英雄化 又說可憐他們 他現在就是可憐那些 就是年輕人 他就覺得 他就覺得 社會應該給一些機會 給他們一個機會 他們更新 重新上路 不應該要讓 猜忌妨礙 修補社會的分裂 否則會損失一班人 什麼叫猜忌 不要讓猜忌妨礙 修補社會的分裂 即是說 他就引述 有些朋友問他 有些僱主朋友問他 這些人是否不能請的 如果我請了的話 這些是以前黑暴的 入獄的 如果我請了的話 會不會中央不Like 他就說這些是叫猜忌 或者叫猜測 因為猜測中央不Like 所以你就不請他 就叫做 等於是妨礙了年輕人更新的機會 這些是僱主和商界對他反映的 如果僱主和商界對他反映 他作為曾經是行政會議的召集人 他應該是否要求證 求證問完先 喂 中聯辦是否這樣想 我是否不能請這些人 我請這些人 是否會得罪中聯辦 是否阿寶龍會不Like 衰暴動很多專業人士 如果我們認真看法庭新聞 不是只有年輕人 因為我真的聽過 不是聽過是新聞 中漢林 或者以前那些國安政治犯 真的說 你出了策之後 是被國安去監控監莊 酒庭也有說過 甚至是玩到他屈抑鬱 即是說 如果有任何機構想請他的話 那個僱主就會被人撕押 就會被國安撕押 為何要請他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葉寶林 即是你做社工的更加不敢 現在做社工的更加不讓以前有history的人去做 這個是陳鴻壽事件 他是社工註冊委員會的人 因為他背了暴動罪 但未判的都已經說要趕他走 不是說不讓他做社工 只不過是不讓他做那個紀委會 註冊 是的 現在 好了 你講這些話 如果你良心發言的話 一定要有勇氣 你覺得陳志士 是自己良心發言講這些話 還是有人想他這樣說呢 就是為了現在 以修補社會撕裂為名 就是路線重整的一個先兆呢 但你上個星期才說 這一群人要做 他們想要的一件事 就是不要那麼醜 就不要那麼醜 他們想賺錢 想借香港賺錢 不是良心發言 只不過是不想香港 再被人家有話病 尤其是美國佬 西方社會有話病 在地緣政治上 繼續向你施壓 即使我就是說 我就是跟大家說 張炳良是甚麼 叫工聯會 去帶頭示威遊行集會 要騙人家 繼續香港有開明 繼續開明 然後就多元 有自由 這樣騙人 其實就是他不斷證明一件事 就向外界說 香港不是普通大陸的城市 他講完之後 現在到陳志思這樣講 其實陳志思之前 中間meantime 有個湯家驊 湯家驊不是可憐年輕人 他只不過是co play 大家不要那麼阻 co play來香港搞演唱會 大家就明白 他們自己是政治立場 是吧 就叫你那些人 不要倒米 是吧 就不要說co play 是黑暴 又黃絲 又成 以前的樓的樓價 其實就除了大陸人之外 歐美資本都買不少 所以才水漲船高 我們才說 你那些什麼大摩 高盛 不斷在賣物業套現的時候 某程度上 壓低樓價 陳志思那班人是痛的 現在痛到一個點 上一節才說 強拍都可以留拍 然後讀本土研究社上個星期再說 今時今日 麵包比麵粉更便宜 對他們來說 他們手上不是拿著現金 這班人是拿著樓 他們就是香港最大的負資產庫主 大家留意一下 陳志思現在說這番說話 剛才我們說了 那些僱主很擔心請他們 就怕中央不喜歡 他自己就說 我沒有中央怎樣看待年輕人的權威信息 但是認為中央一向都支持年輕人 特別是願意為香港作出貢獻 願意在香港繼續發展的年輕人 這番說話 有些叫此地無銀 我沒有權威信息 是我真心覺得中央一直支持年輕人 你說這番說話 如果真的沒有權威信息的話 我就真的覺得你是突然間良心發言 你覺得 看官各位 你覺得陳志思良心發言 還是有人想他這樣說 全聲筒 全聲筒 一定是全聲筒 因為其實 你不知道現在 這個中美關係如何 因為現在就是大選期間 大選很快下個月就會有結果 但是 現在的美國駐港領事 一早就說了 如果想香港和美國 重整個關係的話 首先 美國就開架 是要放了黎智英 放了47人這些人 但是同時間 你不要做這麼多 這麼重口味的事情 就讓他有一個 說病 就不要這樣去取消你的優惠待遇 是嗎 即是說 其實香港已經沒有了 即是你很多 現在的國安法 不立都立了 那你繼續想做生意 繼續想要一個緩衝區 美國人呢 拜登政府呢 他是有這樣的意願 他就想既往不救 所以為什麼一直以來 遲遲都不肯去制裁那幫法官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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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林鼎國 蕭澤宜 這些是最起碼 最低消費來的 你不制裁法官都算 但是為什麼他們不制裁呢 是不是 兩三年都沒有做 那我覺得呢 起碼拜登是有意願 繼續保持香港這個緩衝區 所以就說 你看到英美的態度 對香港呢 其實已經半放棄狀態 但是 這個始終就是一個雞立 有好過沒有 拖著拖著 所有的東西 即是他有些角色 即是譬如說 你之前這個PCAOB 就是這個所謂這個 要借香港來 就去核回中概股的數 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 都還要借香港來核數 嗯 角色都還有在 你說已經大不如前 但是你聽 這個美國駐港領事 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名字 梅如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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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RFA那篇專訪裏面 他都講過這種說法 現在沒有 現在主要就是希望令到香港 減低減慢 和大陸同化的速度 大家想要下台街 簡單說 其實呢 如果美國他不強硬的話 其他看他頭的 都會像骨牌一樣 都不敢對香港強硬 你看英國就是 你看英國外商 David Lamy 英國很不同 英國的想法 甚至是覺得 應該要用中國強大的工業力 去捕回英國經濟 現在大陸救市 都這麼吃力的時候 他真的想找回香港 這個喘息的一個空間 你起碼拿回香港來發債也好 你要拿回香港來發債 你要打香港牌 打這張香港牌 就很可能就是 找黎智英 47人案那些人 拿來做下台街 一方面 很可能會放了這些人 但是同一時間 他是不會制裁 那些惡棍 不會制裁蕭澤宜 香港的民主更加收緊 大家都看不到 所以你說 明年 最快就是今年來 明年年初 最快就是 在拜登交權之前 可以成功爭取到 或者如果可以的話 在十月底 十一月頭 如果可以爭取到 釋放黎智英的話 至少可以為何錦麗 就敢上天方 至少幫他做一下 美國大選 十一月五號 十一月五號 十一月底 你怎樣都要做一個決定 如果沒有的話 就沒有了 沒有就沒有了 現在你看英國的動作 你看David Lamy 工黨同時間 他找一個維善廷 去見黎智英的兒子 同時間 又跟你有很多生意去談 我覺得牌面上 就似乎是上交 英美 我覺得可能是合力 是有個意願去救黎智英 但是如果Donald Trump上台 就要重新談 保守黨都尚且講 已經找了數 那你工黨更加覺得沒有 其實所謂談不談 找維善廷過來 就只不過是敲你 那最終決定 阿斯企賢 始終覺得 加強中英的貿易 是有好處的 至少香港有兩張牌可以打 可以叫做抑一下英美 第一是黎智英 第二就是這些年青人 六千多七千個年青人 即是現在有案在身的人 為什麼遲遲不肯發落 因為他要留下來動一張牌 去換 去換香港的問題 既往不久 是吧 起碼你儲存 我才夠牌多 如果我現在白放你的 白放你的話 我豈不是突然毫給你 如果我去交易的話 我當然是在天併上面 儲存的東西看起來 夠多才吸引 如果不是又不告 又不做事想怎樣呢 其實就是用來交易 我覺得是 似乎就是想用來交易 最後一件事 真是花生夜 很久都沒有說 上個讚